至于决赛结果 刚刚也出炉了 如外界预期的胡夏拿下了冠军 读得一百万元 还一纸产片合约 第二名是杜华锦 读得了五十万 三帅是第三名 读得三十万元 至于黄玉善和鞭品县 分别是第四名跟第五名 我们赶快来看看他们最后一轮的 精彩比赛的片段 观众票选人气最旺的胡夏 最后一个登场 选择由罗大佑唱的《闪亮日子》 这种老式情歌由19岁他诠释起来 深负情感 离乡背景从大陆来台湾比赛 他这首歌唱的是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也把这首歌献给所有星光六半的同学 你我为了理想 历尽了艰苦 我们曾经呼吸 也曾共共幻想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着 我们曾经拥有 善良的日子 从钢琴第一声下去以后 你唱了第一个音 那我就在心里面感觉到 你是唱五首慢歌里面 最轻柔的歌曲 可是却最能压得住场面的歌手 当场评审武思凯和小胖老师 都给予五分的最高分 而同样来自大陆的三帅 则是选择了曹哥的《Super Sunshine》 有台北爱乐的和声加上三个大男生的俏皮歌声 把这首歌诠释得相当可爱 而接生日的蒋亦凡 她的歌声更是朴获好评 不生日到杜华井选择一难忘 不过一开始的歌声似乎没有唱开 不过随而歌声渐渐唱开 她的爆发力也颇获好评 啊 谁在长岸 远处轻轻传来 唯一台湾圈代表来自台中的黄玉山 在第一轮拥有24分的高分 她选择的是江慧的歌曲 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一开始她唱歌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紧张 还是想到她思念的人 还是想到她感谢的人 所以她唱的时候 一直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所以非常可行 黄玉山只得到第四名 第三名是三帅 而第二名是杜华井 第一名则是由来自大陆的胡夏获得 好 再把镜头转到四川去了